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梁 欢迎来到米兜正线 那现在呢 一个美元兑卢布呢 是一块钱兑79块钱 那么在二月份呢 甚至之前呢 都长期维持在一个美元兑83 84卢布 所以大家想想看 你说这个所谓的 把俄国剔除Swift金融系统 这个叫做金融核弹 大家想想看 这种讲法是不是 让人觉得很搞笑啊 你说你制裁了一个月 你西方制裁了一个月 制裁了个寂寞 制裁了个啥 到最后 这个卢布这么坚挺 还变得越来越值钱了 这就让人觉得特别的搞笑了 特别的让人啼笑皆非了 所以说你说这个西方 他到底有啥能耐 我也没看出来有啥能耐 那么现在呢 美国呢 不停地在释放石油战略储备 这个确实证明了一点 拜登输了 你他妈都动用这个老本了 动老本了 你动老本了 国际油价才下降三块钱 达到还是一百美元 以上的这个价格 大家不要以为说 原来从两百或者一百五十 这个掉下来了 你一百还是高位 之前有段时间 沙特跟俄国 不太对付 特别是俄国 介入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战事的时候 那个时候 才六十美元 你想想看 现在涨了多少 甚至最低都是五十几美元 现在翻了一番 所以这种制裁对俄国没啥用 而且现在大家要知道 美元的绝对优势开始在减少 现在变成美元的 只能说是从绝对优势 绝对霸主地位变成了相对优势 为什么 这个俄外长称 俄应已实施本国货币贸易支付机制 据印度经济时报4月1日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与印度外长苏杰森 举行会谈后 不久表示 俄罗斯正在探索 如何闹过与盟友和伙伴 进行双边贸易的障碍 拉夫罗夫称 与印度贸易的卢比卢布支付系统 早些时候已经到位 并且进一步加强 越来越多的交易 将使用本国货币 并闹过以美元为基础的系统进行 他对一个特定的记者小组表示 当被问及印度购买 打折俄罗斯石油的计划时 拉夫罗夫称 莫斯科准备提供新的理 想要购买的任何东西 拉夫罗夫还称赞印度 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 称印度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 他表示 俄罗斯致力于继续与印度 在国防领域开展 合作 根据俄国外交部 4月1日发表的声明 俄印两国外长在会难中 讨论了乌克兰局势 拉夫罗夫从俄罗斯的角度 向印度介绍了俄乌谈判等情况 苏杰森则强调了 结束敌对行动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印度 这个全球 现在应该是第五大 第五大经济体 那么他要跟俄罗斯 以双边货币来进行支付 俄罗斯他现在已经不是被美国开除出这个金融体系了吗 那现在他这个卢布 你总不能说因为被开除 人家卢布就没有了吧 对吧 那人家也是独立的 在欧亚大陆 用这个卢布 搞一套独立的结算体系 那么 但是在所有的机制当中 人民币的结算也会被运用其中 这个是闹不开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从俄罗斯 硬扛美元 卢布硬扛美元这个过程当中 逐渐的实现 我们自己这个货币的 因为我们毕竟贸易量大 形成我们自己的货币区域化 区域货币先要搞起来 将来可能要搞亚元 亚盟 这些都要开始搞 不一定又有的网友说 搞这个叫台湾解放 或者日本韩国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 就是说台湾解放是一回事 你搞亚盟 不一定把日本韩国搞进来 对不对 他们还是要观察的 所以说现在呢 美元的这个霸权 你不能说现在 俄罗斯中国 就能抗击美元 那现在 这但是他不是说在 这个量在增加 统治地球的量在增加 而是说逐渐的被削弱 尤其是 像这些 现在跟美国不对付的 都是能源国家 只要这个能源 把美元给他剔除掉 美元他就是迅速会贬值 不值钱 不值钱 那么 现在呢 俄罗斯 在印度访问 印度呢 又接待了这个英国 美国都过来了 那么 印度的外长 苏杰森跟这个英国外长 特拉斯呢 在公开出席场活动的 过程当中呢 炒起来了 就像美国的学者 跟印度主持人炒起来一样 那特拉斯说 还是摆着一副 殖民宗主国的一副态度 跟印度讲话 说 现在我们制裁俄罗斯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印度不能够去购买 俄罗斯的石油 和它的天然气 这不能买 那不能买 那印度外长 苏杰森呢 直接就是 怼了这个特拉斯 说 你们欧洲 购买的 这个能源是最多的 那印度 比如说 购买这个俄国的石油 才1% 然后这个话说的呢 他也 那个特拉斯也没话说了 对吧 你自己欧洲 你英国断了 你欧洲都没断 你跟俄国不对付 凭什么拉我 跟你跟他也不对付 然后他还说 我们是英国 这个国家共同体的 意思就是叫英联邦嘛 那这个话说的 让印度更不爽 所以在现场就吵起来了 就开始狗咬狗了 所以大家想想看 现在这个局势 本来他们要 拉拢印度 要对付中国 美国现在为了对付中国 对印度也是引而不发的 虽然说引而不发吧 但是说 肚子里也是憋着一股子怒火 大家要知道 这个火憋久了 早晚会撒出来 所以说 这个对我们来讲 形势都是大好的 那么 即使印度跟俄国忠诚 跟我们呢 还有一些隔阂 但是这个 也是一个好事情 至少说 有俄国因素在里面 那么 他跟美国 不会那么的 彻底这么团结 相反 还有那么多的决裂 这是一个好事情 那么说到这个 欧洲这个能源 又发生了一个破事 什么破事呢 俄天然气公司 因定价问题 退出德国业务 这是个重磅消息 俄国能源巨头 俄罗斯天然气股份 工业股份公司 周五表示 企业将退出 在德国的业务 这是因为 德国政府拒绝 用卢布支付天然气订单 路透社报道 引述相关声明指出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将终止 柏林的子公司业务 涉及的业务范围 包括储存和交易 天然气能源 在德国和捷克运营 加油站 网络等 目前尚不清楚此举 将俄罗斯 将影响俄罗斯 对德国天然气的供应 在3月31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 签署了法令 要求德国等国 开设卢布账户 用于支付天然气能源 否则 线路可能被切断 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亚马尔欧洲 线路天然气管道的 供期情况 这个管道起点位于俄罗斯 途经白俄罗斯 抵达波兰与德国 周五当天 俄罗斯表示不会立即关闭 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 原因是4月份的交货 付款将在4月下旬和5月到来 这帮助居高不下的天然气价格 出现部分回落 虽然距离账单到期 还有几周时间 但包括德国在内的 多个欧洲国家 需要紧急商量对策 目前德国约40%天然气需求 仍然依赖俄罗斯的供应 而俄国能源巨头 关停德国业务的声明 在这个关口发出 引发行业巨大波动 作为回应 德国政府表示 德国经济部考虑 仅用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和俄罗斯石油公司 在德国的单位与设施 以解决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 征用 对此莫斯科声明说 德国如果实施相关举动 将会从事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那就正儿八经的 要给它断气了 因为这笔款支付 要四月底五月初呢 给你一个月时间 现在它没有断气 但是公司已经关了 那就是要断气的意思了 就给你还有三到四周的时间 你赶紧到我这来开设卢布账户 赶紧购买卢布 否则的话 就断气 那么现在大家要知道 四月份 这个欧洲鬼天气 德国法国下雪 爱尔兰 刚才一个网友跟我说 下冰雹 大家觉得这天气正常吧 所以说这个叫做 不祥之兆 欧洲可能要 不说可能 如果照此以往下去 德国巴斯夫的CEO 也讲得很清楚 你们这样折腾下去 一定会变成全光弹 我们一夜回到解放前 那到底会不会这样 我跟各位讲 百分之百会这样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就是这么硬 就是一定要削弱美元 削弱欧元 他意思非常清楚 只有你这样子搞 拒沙成塔 积少成多 以这样的方式 去搞他妈的这些西方国家 让他们的这个货币霸权 消失裂境 那么他们的霸权 也随之而来而消失了 他只能自己去当苦力了 不能够去收割别人的劳动果实了 所以这个俄国 置之死地而后生 这个俄罗斯轮盘赌 普京玩得非常溜 玩得非常溜 等于说 如果你德国 你欧洲 你有骨气的话 你4月1号 你不是等着俄罗斯来给你关公司 你现在关了公司 你还在用俄罗斯的天然气 这他妈叫丢脸 无能的表现 你应该说 骂了巴子 你牛逼啥 我现在不用了 民主是不能够 被威权所战胜的 我不用了 对吧 跟他妈台湾一样的 你就说他妈的 不要用大陆的设备 对不对 不要用大陆的设备 那你德国也学台湾吧 是不是 真的想想都让人觉得 搞笑 就跟这个 不就跟台湾一样吗 台湾说这个话 他妈的 他所有的医疗用品 我就举个例子 就这些医疗用品 这呼吸机 全都是大陆过去的 所以他们没这个屌本事 资源那么匮乏 他靠谁呀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 这就是这些 今天的欧洲 这帮新左派 都是一个个 都是怂蛋 怂包 那么 现在呢 又有一个消息 我也觉得非常搞笑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欧洲有多烂 有多怂 德国批准 58辆步兵战车 运交乌克兰 德国批准 58辆 这个战车 大家知道这里面 是什么故事吗 这是 这是民主 德国时期的装备 三十多年前的装备 这是三手装备 什么叫三手装备 什么叫三手装备 这批货 你跟这个 现在来讲 我不知道它有多先进 还是说有多落后 还是说有多平等 但它是三四十年前 民主德国的武器装备 那这批货呢 后来呢 被卖给了瑞典政府 卖给了瑞典政府以后呢 瑞典政府又把它卖给了 瑞典的一个私人的商人 私人的商人买了以后呢 现在这批武器 要从德国调拨给乌克兰 去跟俄罗斯参加战斗 那倒了这么三手 现在这个58辆车 还在德国的库房当中 这叫什么事 这是什么故事 说出来 大家是不是要把牙都给削掉了 这样的一种程序流程 然后呢 这批民主德国时期的装备呢 要送到乌克兰 去跟俄罗斯参加战斗 所以大家想看 这都是荒诞的不得了 今天这个欧洲啊 尽他妈让人看笑话 这个西方啊 不仅是欧洲 还西方 美国 英国 欧洲 都是这样的 而且大家要知道 这个英国啊 偷偷的同意了 中国这个 一家这个中国科技公司 收购了英国的芯片厂 也就等于说是 没有听从美国的 被中国给收购了 大家想想看 这个昂萨里面 英国不就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吗 英国也向中国低头了 但是他们的文章 他们的叙事故事 却写得对中国意志气势 你比如说 我今天还看这个法网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报纸 说那个篇幅就是 欧盟的领导人 对中国下达什么通牒 什么威胁施加压力 不允许跟俄罗斯怎么怎么样 要谴责俄罗斯 否则中欧的生意没门 放你的驴儿屁 这个会议不是中国要开的 是欧洲提出来要开的 你欧洲提出来要开 你还来威胁中国 你们为了这个 造这些假新闻 为了口头上的胜利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就说了 人家他妈俄罗斯中将被打死了 这两天人家又跟卡德罗夫 在他妈的餐桌上面 在那开会 都是什么新闻 我现在信仰自由民主好吧 但你给我来点真的新闻 我只想知道真相 都是胡编乱造 真是丢死人了 所以我说西方的这个世界 他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了 所以说我也是告诉各位 你现在上海开五千块钱 人民币的价 大量的德国人要来这里来工作 而你还在这个地方 偶像崇拜这些老外 你不觉得害臊吗 你不觉得无耻吗 丢脸吗 好好的反省反省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